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地球前面早安 早晨让我们献上最大的热情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神已经将祂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使我们家里面得到真自由 哈利路亚 时间天赋 他已经爱我 创造我 认识我 拣选我 招开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 来宣告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已的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已的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能天一起带导 救赎成光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招开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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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已的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已的自由 基督福音是大能 基督福音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能天一起来到 救赎成光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招开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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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 一切都 Chronicles 祿福音是大能 有能力 怪全 stimuli 就是独生子 mission 有人 智家 genes 来 一切都 不ällt lett sido 氏 就是义果都变成细 全心的生命以耶稣兵力 我宣告 我宣告我义的自由 基督不义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我义的自由 基督不义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一起来到 救赎光临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我宣告 我义的自由 基督不义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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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义的自由 基督不义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一起来到 救赎光临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主 每天早晨我都要带着信心来宣告 在你的里面我得着自由 是真正的自由 主 因为你已经带领你的百姓 脱离一切的挟制跟捆绑 你带领我们进入到属天的国度里面 主 让我们每天早晨都这样子来呼求你的名 呼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作王 耶稣 谢谢你 听我们的敬拜跟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迎接今天 让我们在天目的爱里要得着完全的自由 我们不仅仅是宣告 我们脱离一切属灵恶者的捆绑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一种感受 有的时候那个不自由不见得是来自恶者 不见得是来自属灵的环境 很多时候是因为人 我们因为人而不自由 人对我们的眼光 人对我们的态度 人对我们的想法 人对我们的依赖 人对我们的期待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压力的里头 活得一点不像自己 我会被迫要选择一些 我不想选择的 我要被迫忍耐 接受 对我的不对的声音 你知道在这新冠疫情的当中 许多的人被贴标签 他们要怎么得着自由 有的人在网路的背后攻击人 这一些被攻击的人 他怎么得到自由 我们都需要天父的爱 我们都需要天父的怜悯 我们都需要天父的恩典 我们都需要天父的眼光 今天牧师要带你来看一些眼光的问题 因为我们必须明白 到底神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所遭遇的不至于 神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要怎么去消化 怎么去面对人 对我们加诸在我们身上的 这些的压力呢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榜样 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这是耶稣说的话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耶稣说那些人心里没有神的爱 他也不接受他们的称赞 我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第一个让牧师跟你分享 我们生命里头需要一种 不求他人肯定的自由 就好像耶稣 他按照神的真理服事 他讲神的话 可是却被攻击 却被污蔑 却被谩骂 可是你看他怎么做心理建设 你看他怎么宣告 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你要知道在当时耶稣是非常有名的焦点 所有的媒体聚焦在他的身上 如果当时有媒体的话 然后你知道很多人对他有期待 门徒有对耶稣的期待 耶稣的家人对他有期待 跟随他的群众对他有期待 甚至连他的敌人也对他有期待 耶稣怎么办 耶稣说我只有一个标准 不管有多少的声音围绕在我的身边 我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我不受人的称赞 我们只求独一真神的荣耀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我们选择做基督徒 真的会被贴标签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的邻居就跑到我家里来 跟我妈妈说 我讲台语 他说阿海啊 死啊 你没一个子 你打没一个子 生亚属是不好的 这是他们的观念 我们就被贴一个不孝的标签 可是求主帮助我们 既然要求神的荣耀 我们就不能受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 不是吗 如果没有羞辱 哪来的荣耀呢 如果没有失败哪来的得胜呢 所以感谢主 神的话又说了 我们当孝敬父母 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 拒绝我们是不孝的定罪 我们奉耶稣的名 拒绝我们是不孝的控告 感谢上帝 我们信耶稣以后 我们反而更孝顺 我们信耶稣以后 我们反而更加的尊荣我们的父母 在牧师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是第一个全家信主的 现在因为我遵行神的话 我又看见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的家 全家归主 Hallelujah 这是神的荣耀 不是人的荣耀 即便在这当中 需要面对很多错误的期待 面对压力 我的父亲就常常跟我讲 你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 星期天 你为什么不要选择在家里休息 你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 不能好好待在家 当然我知道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一定要去聚会 所以我没有办法理会 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眼光 我只告诉他 我说神爱我 他也爱你 我去聚会 是为了让上帝的恩典 更多的临到我们的家 我只能这样回答我的父亲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的 我们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肯定我们的 没有办法 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健康起来 我们要健康起来 你不要因为人的肯定 才肯定你自己 你不要因为人的称赞 才肯定你自己 你做事不要求人的称赞 因为有天不暗中 看见他必然报答你 有天不暗中 看见他必然肯定你 你是贵重 你是宝贝 你是他眼中的同仁 他爱你 他要医治你 他要安慰你 他要鼓励你 而且我告诉你 他会用神迹其事 印证你的选择是对的 你受苦是没有白受的 Hallelujah 第二个 我们来看保罗 保罗也是一样 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一章十节 他说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你有没有觉得保罗讲的 不就是耶稣讲的吗 保罗真的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他真的是认识耶稣啊 虽然他没有亲眼跟过耶稣 亲眼见过耶稣 可他真的认识耶稣啊 他说我的服事 不是要得人的心 我的服事是要得神的心 他说我的服事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我的服事是要讨神的喜欢 因为我是基督的仆人 弟兄姐妹让牧师告诉你 如果你定义要服事主 定义要做基督的仆人 一定会为亦受逼迫 你传福音会有人拒绝你 嘲笑你 你做出的选择会有人否定你 会有人对你赤字以鼻 我记得很深刻 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的职场的同事 按照以前的惯例 要邀我去夜总会跳舞喝酒 我就跟他说 对不起喔 我现在是服事主的 我是十月西向耶稣的 我不能够跟你们去啊 但是我会愿意为你们祷告 你们有任何的需要 请告诉我 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告诉你 不讲还好 一讲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我的职场的朋友统统没有了 我只剩下基督徒的朋友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后来是不是 只剩下基督徒的朋友 你的生活圈是 变成只在教会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呢 这是一个 不求他人了解的自由 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去做 他人不了解我们 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三个 对我们服事的人来讲 我们需要有一种自由 叫做不求他人回报的自由 铁撒罗尼加前书2章6到8节这样说 也是保罗说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然后在11节他还说 你们也晓得我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弟兄姐妹 我们服事神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会想到回报呢 特别在牧养的时候 特别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会期待有回报 我教你的你要做到 我跟你说的你要完全遵守 如果你没有听 我心里头是会难过的 不是吗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向我们带领的人求荣耀 我们不是因为他们 来接受我们的服事 保罗教导我们服事 不要求人的回报 他怎么做呢 他看自己是一个妈妈 他看自己是一个爸爸 他说我是你的母亲 母亲是无条件地爱孩子的 即便孩子没有回报 我还是要如养你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如何 不是因为你回报我 我爱你 不是因为这些 他说我是你的父亲 我要教导你 我要引导你 我要保护你 我要供应你 我要装备你 不是因为你可以很快地成熟 而是因为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 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 你跌倒我陪在你的身边 你做错事我陪在你的身边 你哭泣我陪在你的身边 这样子的一种不求回报的爱 各位这是什么自由 不求他人回报的自由 你想要服侍的更喜乐吗 你想要服侍的更自由吗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求回报吧 你所有的回报上帝会给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从来不害怕活出 他的独特的生命跟使命 他不会管其他人 对他的眼光跟意图的 今天造成我们奉主的名挪去 我们需要他人肯定的恐惧 让我们活在天部的爱里面 去经历自由的喜乐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 来到你面前 主 让我们随身耶稣的样式 让他不害怕活出 他的生命跟生命 不管其他人 对他的应付是什么 主 让我们也活在天部的身边 经历自由的喜乐 主 让我们赞美你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阿雷六亚 主 让我们不再惧怕人 主 让我们不再羡慕 主 让我们不再羡慕 现在天部的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 要你说 惧怕人的陷入在网罗里面 但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主 我们要来倚靠你 主 就必得到主 你在我们里面的安稳 主 让我们不讨人的欢心 不讨人的喜悦 让我们单单以神的心为心 来讨神你的欢心 得着神你的喜悦 祷告封耶稣的名 是的 主啊 我们单单的来讨祢的喜悦 因为祢是我们所信靠的 祢是那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无二的神 就像祢创造我们独一无二一样 主啊 叫我们在今天的祷告当中 可以领受一个从主而来 跨越我们那些被别人眼光 期待 还有他人言语的肯定的这些捆绑 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在主里有真自由 因为主啊 祢创造我们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祢也是那独一无二的神 主啊 我们真相信 今天我们可以领受一个从主而来 释放在我们中间 自由在我们中间 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早上我们来祷告 我们跟随主是有可能被误解的 弟兄姐妹 你委屈吗 你会不会觉得爱你的人不了解你 你会觉得你服侍的人不了解你 你的教会不了解你 不接纳你 甚至于你想要离开教会 今天早晨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 说主啊 医治我 我不需要这样子被捆绑 我不需要人的了解 你了解我就好了 你继续的带领我就好了 我要能够接纳这一切的委屈冤屈 因为我相信你会为我伸冤的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 我们出来跟随你 主 即便我们为一首逼迫 会被误解 主 但是在那个时刻 主 我们来祷告仰望你 主啊 我们能够接纳 神本对我们的不了解 求祈祢现在都来帮助过人们 在你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信心和信号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不想 现在的耶稣 主啊 我们愿意 学习你的榜样 主啊 你告诉我们 你在世界的时候 虽然这个世界是你所造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你 主啊 你到自己的地方 这些人也不接待你 主啊 但是你告诉我们一个应许 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 主啊 你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啊 我们不要求别人的那个接纳 不要求别人的那个眼光 主啊 我们真的单单的定睛仰望你 单单的来求主你的荣耀能够被彰显 感谢赞美主 主啊 是的主再次将我们的心情 主啊 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 那样子一个受伤的心 受冤屈的心 主啊 不被谅解 不被接纳的心情 主啊 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是的主知道主你接纳我们 主啊 在今天主啊 你也要用你的慈生爱所 主啊 用你医治的大能 用你全能的爱 主啊 来安慰 来医治我们 主啊 是的主使我们 主啊 再一次主啊 靠着主来刚强壮胆站立 主啊 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主啊 我们就坚持不后退 主啊 求祢祝福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也让我们来得着 那个不求回报的自由 今天早晨求主帮助我们 不会因为被同工 被孩子 被下属拒绝 背叛而受伤 因为我们如果不期待他的回报 就不会受伤 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无条件地爱我们 我们也无条件地爱这些人 会不会同声开口来祷告 谢谢主啊 我为了自己 还想要不求 主 求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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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被孩子受伤 主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 一种正宗的活物 就是在祖宗里面 然后主 让我们不适合 我们能做不适合的事情 是为了得到回报 主 我们赞美你 主 我们赞美你 主 你是良善的天父 你是拣选呼召我们的天父 当仇敌好像透过人 对我们的背叛拒绝 要来控告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你爱的里面 我们要回到你肯定 接纳的眼光里面 来效法保罗的生命 效法耶稣的生命 从你得着完全的满足 并拥有不从人回报的自由 主耶稣 我们再一次 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在这个服侍的道路上面 主要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 健康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 不是为了求人的回报 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因此我们很愿意 把这个爱分享出去 主要让我们有一个 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自由 让我们是身心灵健康的来服侍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亲爱的天母 你的爱何其的伟大 你的爱带来医治安慰恢复 主我们今天早晨领受 不求人肯定的自由 我们领受不求人了解的自由 我们也领受不求人回报的自由 谢谢父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 Amen 对 我想要我愿意的自由 基督不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想要 我想要 我的自由 基督不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了 就属成为照耀 我想要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想要 我想要 我你的自由 基督不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想要 我想要 我你的自由 基督不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基督不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已经来了 等属成为照耀